接下来就是要找到我们呼吸跟动作的配合规律 当我的气息向上 我的动作力量肯定是向上 所以我在吸气 当我的气息向下的时候 我的动作更多的是向下 所以我的力量在突气 往远的时候也是吸气 往回的时候也是突气 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接下来就是呼吸跟动作的配合 最后一个就是 我的呼吸一定要多种形式的处理 快慢的结合 能够明白吗 然后在呼吸当中 除了吸气跟突气是比较简单 我们还会呈现几种方式 断气 憋气 能够明白吗 这都是我们呼吸的一些运用方式 但我觉得刚开始我们进入终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运用到三个方式 吸气 突气 憋气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呼吸 带入到我们刚刚的动作里 我们拿一个动作就出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这个动作 4 4 1 2 这个位置我们用的就是憋气 然后继续 对 不对哦 我们先跌住 吸气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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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嗯 吸气 因为我跳动不是一个定点 我是一个持续 所以我是 吸气 吸气 然后是一个 再吸 这里的吐跟吸是很快的 那么原来这里的吐跟吸是很快的 然后再是 吐紧 这就是快速的处理 这就是两个吐紧 两个都是吐紧 你看吗